在這幾年的時候 因為我發現 因為我們武術的套路 它都是自己編的 就新武術的套路都自己編 然後我就看有些家將啊 或是官將手 他有些動作神韻 跟我們武術的動作有點像 然後想說加一兩個動作 在自己的套路裡面 然後想說 武術的本質一樣也存在 但是再加一點 台灣的文化的特色 有時候我在比賽 然後練出來的套路 跟我平時在訓練的套路那種 神韻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我感覺好像 神明有在保佑我這樣 講得那麼弦 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 男拳結合陣頭 是什麼樣的一個創新武術 我們一起來看一看